哈囉大家好我是羽 上個禮拜我出了一場車禍 雖然不是很嚴重 而且罩折也不在於我 不過在遇到車禍的時候 人難免會比較緊張一點 有時候在處理上就會漏掉一些細節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發生車禍的時候該怎麼處理 以及如何不讓自己因為緊張而漏掉一些細節 在影片的最後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發生車禍的情況 真的沒想到我第一次的車禍 撞到的車子居然是凹底 而且我還把人家的車門撞到整個凹進去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先來說說上個禮拜的車禍吧 當時我正在停紅燈 然後就被後面的車子撞了 正巧我前陣子剛去換完安卓機 而原廠的行車記錄器只能接原廠主機 所以事故發生的當下 我是沒有行車記錄器的 本來是想說這禮拜要去裝新的啦 結果還沒去裝就遇到車禍了 這台車我開了7年多都沒有遇到過車禍 居然就這麼剛好 在沒有行車記錄器的時候發生事故 墨飛電律真的是太可怕了 不過還好 我還有自己DIY的兩個後照鏡鏡頭 從那兩個鏡頭的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是在鏡子的狀態下被撞擊 而且我旁邊的車輛並沒有在移動 表示當下確實是紅燈 這個畫面足以證明我是零照折的 更讓我覺得神奇的是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沒注意到前面是紅燈 所以才會撞上來 結果居然不是 他一開始是跟我一起等紅燈的 不知道為什麼還沒綠燈就A上來了 這真的是蠻讓人納悶的 被他撞到之後 我就想說先看一下撞擊的狀況 如果沒有怎樣或是只有一點點的擦傷就算了 結果一看 哇塞整個凹進去了 因為我自己有保車體險 所以如果要修就一定得要叫警察 同時我也問了一下對方有沒有保險 還好對方也有保險 這下事情就比較好解決了 基本上就是雙方保險公司會去處理 關於車體險跟第三責任險 我之後有機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第三責任險 我真的覺得他超級重要的 決定要報警之後 我先請對方在車後放置三角警示追 然後我就撥了電話給110 告訴警察我這邊發生事故 地址是在台中市中青路幾號前面 沒有人受傷不用救護車 報完警之後我就到手套箱拿出了一張紙 就是這張 我為了怕自己遇到車禍的時候會緊張 進而漏掉了一些處理的細節 所以我有把網路上寫的 車禍處理流程按錶列出來 然後就開始照著錶上的動作一步一步來做 因為我的車有時候並不是我在開 所以我也有跟我的家人說 如果有遇到事故不用緊張 就照著錶上的事情一步一步處理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就照著錶 以及實際的情況跟大家分享吧 表上第一點是停車並保留現場 要放置警告標記 並且記下發生的日期、時間、地點 另外還有當時的狀況 這些警察其實在做筆錄的時候都會問 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放置警示標誌 再來第二點 通知警察單位 也就是撥打110跟警察通報 要注意清楚地表示當下的位置 如果有傷者要送醫的話 盡量是用救護車或者其他車輛運送傷者 不要使用事故的車子 接著警察就會到現場製作筆錄 還有繪製現場圖等等 另外通常還會做個酒冊 有喝酒的人真的拜託不要開車 害人害己 另外也有提到要記下 處理警察的名字跟服務單位 不過這個可以在警察給你的三聯單上面看到 所以也不用刻意去記啦 注意一下三聯單上面有沒有就好了 接著第三點 跟保險公司聯繫備案 並且告知現場的狀況 保險卡上面都有0800服務專線 或者是手機上網查一下 自己保險公司的服務專線 我那天也是立即聯絡了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有馬上派專員到現場協助 並且告訴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 不過保險公司並不一定會派專員到現場 如果沒有的話就只是備案一下而已 之後還是要到保險公司去做申請理賠 再來第四點 現場做記號以不破壞現場為原則 如果是比較輕微而且沒有人員傷亡的車禍 可以用粉筆、噴漆、恐紅等等的物品 標記出四個角、四個輪子、車頭方向等等 並且拍照純正 除了拍照之外能錄影更好 四面八方都要拍 這樣才能夠靠照片跟標記還原出現場狀況 如果地上有煞車痕的話 煞車痕也不要放過 都要拍下來 如果根據法規的話 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應該把車子移動到路邊 以不妨礙交通為主 不過在台灣好像比較少人這麼做 實際的情況通常是放著等警察來拍照跟測量 並且不會自己在馬路上做助記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要看情況 如果有人員傷亡或者車禍的情況比較嚴重 當然就是放著等警察來處理 以我這次雖然是輕微撞擊 但是左右還有兩個車道能通過 並不是說會堵住整條馬路 所以當下我還是決定把車留在原地 等警察做完測量之後 我們才把車挪到邊邊去 這時候可以再針對雙方車輛的車損拍照 因為兩台車分開之後 損壞的程度會看得更清楚 接下來第五點 表上是寫不要跟車主私下和解 當然這個我是覺得要看情況啦 一般都不建議直接當下就私下和解 尤其是有人傷亡的情況 所以如果可以一定要叫警察 不過我也是有跟朋友遇過私下和解的情況 那時候是朋友的車子插撞 不過看不出來有什麼傷痕 加上其實有一點趕時間 所以就當下跟對方私下和解 並沒有叫警察 不然警察一來做個筆錄處理到好 通常都要一個小時去了 但是私下和解的時候要注意 最好能夠互相撥個電話 確定有通 甚至可以加個LINE 你一個簡單的和解內容傳一下 以免事後被舉報肇事逃逸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喔 最後就是 如果當天沒有保險專員到現場 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找保險公司了解後續處理 基本上會用到車主跟駕駛人的印章 然後還要有三連單 大致上的處理流程就是到這邊 後面就依照保險公司的指示處理就好了 不過剛剛所講的這些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你沒受傷的情況下 如果自己就是要送醫院的那個人 這時候這些事情恐怕只能交給警察了 做筆錄的時候其實非常重要 有很多的小細節 但是我也沒有要教大家怎麼避重就輕 所以我就講一個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在靜止的狀態下被後車撞擊 進而撞擊到前車的話 筆錄裡面一定要說自己是在煞車禁止的情況下被撞 因此才撞擊到前車 這樣罩折會在後面那台車身上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喔 至於網路上有些文章會提到要講推撞 但是法律並沒有給推撞一個定義 所以不要用什麼奇怪的專有名詞 用描述的去做筆錄是最安全的 後來我的車就進車廠 我是保險專員已經跟車廠聯繫過了 不然的話其實你到車廠 就把保險專員的姓名電話給車廠 他們就知道該怎麼處理了 通常都會協助你完成這個部分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車已經修好了 接下來應該保險公司會聯繫我 然後跟對方那邊簽和解 就可以把這個案子給結了 這是我人生第二次發生車禍 那我來說說我的第一次車禍好了 當年我18歲 剛考到機車駕照沒多久 那天我要去豐原教課 經過一個路口的時候 有一輛車子從右方闖紅燈 我煞車不及直接從駕駛座的門撞上去 撞上去的當下我整個傻住了 還好身體本能性的穩住機車 我才沒有摔倒 後來我抬頭一看 我是紅燈 可是我明明記得我要過的時候是綠燈 究竟是我看錯了 還是我撞擊的時間 正好是準備要變黃燈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我當下看了一下他的車子 駕駛座的門整個被我撞凹進去 而且他的窗戶是沒有關的 他直接跟我說 下次騎車小心一點 然後就開走了 只留下我一個人傻在路中間 後來是旁邊做生意的路人 協助我把機車拖到路邊 這時候我才發現 我的機車前輪整個後移卡死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駕駛了 店家的阿姨看我臉色慘白 訂了一杯水給我壓壓驚 沒錯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真的是嚇得不輕 後來那位阿姨跟我說 那個開車的很奇怪 一般來講車子被撞凹 又是開凹地的 應該不會就這樣直接開走才對 會不會是他喝酒還是怎樣 不想叫警察 當時我沒想那麼多 我對於車子的品牌也沒有研究 就問了一下 那台車很貴嗎 然後我記得阿姨跟我說 如果我要賠的話 光那個門 至少就要10萬吧 聽完我都傻眼了 還好對方沒有追究 至於為什麼沒有追究 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後來我就打給我爸 他就開車來載我去豐原教課 而機車則是請車行再去維修 我一直到教完課回家才發現 其實我有受傷 只不過是外表看不出來的內傷 也是痛了一段時間 這就是我第一次發生車禍的經過 也因為有了那一次的經歷 我知道發生車禍的當下 腦海會是一片空白的 所以後來才會放了一張紙 在機車跟汽車上 讓自己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有個遵循的依據 就可以比較妥善的 去處理遇到的狀況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車禍的處理流程 以及我人生第一次發生車禍的故事 真的沒想到我第一次車禍就撞奧迪 也沒想到事情的發展 居然是車主直接開走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 但我不想再體驗一次的經驗 有人問過我 會不會覺得這次被撞很倒楣 倒楣是倒楣啦 但是換個角度想 我本來車子後面就有一些傷痕 這一次被別人輕輕的一撞 我沒有花錢 只是花了一點時間 就把車子後面 原本有的一些小傷給處理掉了 或許算是因禍得福吧 很多時候轉個念 事情看起來就會不一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分享無損一技有助他人 我是雨 我們下次見囉